想深夜加班挣搭钱 结果钱没挣上 还差点搭上自己 你们见过死人吗 我每天都见 我叫刘英浩 在火葬场上班 是一名后勤人员 至于为什么选择这份工作 当然是因为钱多 在这儿随便摸摸鱼 一个月就能上万 除了有些吓人和恶心之外 都还挺好的 恶心的地方就在于 有些忽然死于事故的尸体 送过来的时候 都没有处理就送了过来 最开始的时候看一眼 让我好几天都没吃下饭 后来慢慢的也还是适应了 毕竟没什么比挣钱重要 昨天发生了一件怪事 停尸房的尸体兜了 小刘 今天你给我看好了 再兜了 你这个月的工资就别拿了 后勤主管刘念志 这一句尸体朝我警告道 我们现成的火葬场 人不多 整个后勤方面也就无个人 三个保安 两个保洁 我是保洁之一 昨天当职的保安 说是家里有事情 让我给他看着监控 反正我也没有夜生活 还不如落个人情我就答应了 可谁承想我就顶班一晚上 就丢了一具尸体 因为这个原因 从今天早上开始 刘念就不断针对我 甚至让我接管起了保安的工作 刘哥 我就是一保洁 您让我干这个 我苦笑着朝刘念抱怨道 你还知道你就是个保洁 刘念听到我的话顿时火毛三丈 你说你一个保洁 去接人家保安的班 完了还不好好干 今天人家家属差点没把我生吞了 你喜欢干保安那你就干吧 我定了一晚上的监控 真没什么异常的 事到如今我也只能开始解释 哪怕我理亏 可我昨天晚上却是没玩忽之手 那咱们这耳识闹鬼了是吧 刘念留下一句话后不再给我解释的机会 转身离开了停尸房 看着刘念离开的背影 我心中很是无奈 他说的没错 这事不管怎么说都是我的问题 尸体是我当职的时候消失的 还真是出了鬼 昨天晚上一阵晚我都盯着监控 到了早上想睡一觉 结果发现停尸房少了一句 不会真有鬼吧 想到这里我打了个冷战 我看向停尸房内刚送来的尸体 这具尸体是一个老人的 听说是死于心脏病 停尸房一般很少都尸体 因为这儿存放尸体本来就不多 火葬场的规矩是过了下午三点就不能火化 所以只有三点以后送来的才会扔进停尸房 一天也就一两具尸体放在这儿 再说也不会有人对尸体感兴趣 送过来的时候都快臭了 身体里的器官也早就死了 没有任何价值 既然没有任何价值谁又会偷呢 丢的那一具尸体我印象很深刻 是个长得很漂亮的姑娘 大概二十岁 死因我不清楚 老人的尸体已经有些发臭了 我走出了停尸房 来到保安室内 昨天请我代班的王晨也在里面 王晨比我大几岁 今年二十九 小刘 你怎么过来了 见到我 王晨深感意外 接你的班呗 我撇了撇嘴 接我的班 刘念应该还没通知王晨 王晨一脸茫然 刘大主管让我守夜班 我叹了口气 说道 他没跟我说啊 王晨愣了一会儿 就因为昨天的事 昨天他都看了监控 没人进来啊 谁说不是呢 我低着头 说道 他那肯定是气话 你先回去睡一觉 昨天麻烦你真是不好意思 你看你这黑眼圈 回去吧 今天晚上我来 反着刘念也没通知我 王晨面露愧疚 说道 他的话让我心里一难 本来对他我是有些怨气的 要不是帮他他 我也不会背上这么大一口黑锅 还让刘念给揪着不放 他的话已经说到这份上 我也不好怪他 赢 那我先回去睡了 你小心点 我的确已经困得不行了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都没合上眼 去吧 王晨点了点头 这一觉睡得很死 却并不好 我梦见那个已经死了的女人 梦里她掐住了我的脖子 我近乎窒息 我被惊醒 醒来以后已经是七点半 我连忙洗漱去上班 正赶上王晨换班 小刘 睡好了 王晨看到我之后笑着跟我打招呼 睡好了 昨天再没丢吧 在休息好之后我整个人也清醒了不少 没丢 王晨脸上满是疲惫 显然昨天一晚上都死死地受着监控 怎么王晨守夜就没丢 我守一晚上就堵了 难道真的是我点被 你小子还有脸回来 我还以为你把我吵了呢 刘念端着一碗面远远的就喊道 刘哥 您消消火 王晨赶忙给刘念地上一支烟 为我说起了好话 您昨天也没通知我不是 小刘昨天困成那样在守夜不得猝死了 这小子给你顶班我不管 可顶个班把尸体顶没了 你知道我昨天让人家家属抽了多少嘴巴吗 三十多个 我他妈差点给人跪下 刘念一手端着面 另一只手指着我 刘哥 您说怎么办吧 我已经做好了被开除的准备 要不是咱们这儿不好招人 老子肯定给你开了 这个月扣你五百 刘念瞪了我一眼 谢谢刘哥 我心里的石头总算拉了下来 刘哥慢走啊 王晨朝刘念挥手说道 虽说刘念没开除我 可我对那一句凭空消失的女士愈发感到奇怪 到底是怎么没的 昨天整个人浑浑沉沉的眉心思想这些 现在清醒的这件事就像一根刺一样卡在我心里 小刘 刘哥不会是你亲戚吧 这么大的事就扣你五百 王晨一脸八卦地问道 人家不都说了 招不到人 王晨也是会想 虽然我和刘念都姓刘 可把杆子打不着 我先回去睡了 王晨打了个哈欠 走出火葬场 我也要开始工作了 整个火葬场的占地面积还是不小的 好在人不多 产生的垃圾也少 主要就清理一些树叶 扫到焚尸房附近的时候 正好赶上两个火花工上班 听说你小子前天给人尸体干磨了 其中一个火花工见到我直接搭上我的肩膀 问道 这两个火花工和我其实不数 只知道一个叫黄毅 一个叫陈宏 搭我肩膀的那个叫黄毅 你听谁说的 我皱了皱眉头 现在咱们这儿谁不知道 十几年都没出过这种事 你算是歇字巴巴毒一份 陈宏坐在焚尸房门口笑道 不过也给我省了事 妈的天天烧给我都快整土了 黄毅似乎对兜尸体并不介怀 烧尸体是什么样的 我也有些好奇 这火花到底是个什么程序 你想知道 黄毅的表情有些怪异 我点了点头 赢 老陈 让他看看 黄毅点头就把我往焚尸房里拉 焚尸房里放着的正是 昨天停尸房的那一具老人的尸体 黄毅和陈宏从其中一个炉子里抽出炉盘 那个炉子上写的抵挡炉 烧着完一耳还分档子 我没忍住问道 那肯定 有钱人的骨灰都比一般的好 黄毅将尸体放在炉盘上 有钱人死了烧出来颗粒分明 抵挡炉烧出来的骨灰质量差跟他妈逆子粉一样 还得咱们用耙子给他从里面一点点的耗出来 紧接着陈宏从脚下的一个小桶里倒出不明液体 应该是由 陈宏将油倒在尸体上 然后拥手涂抹军渊 这一步是为了助人 等到油涂抹的差不多后 黄毅不知道从哪里掏出来了一把刀递给陈宏 这是干什么 我不明所以 梦道 防止尸体爆炸 说着陈宏朝着尸体的胸口捅了一刀 黄毅一把将炉盘推了进去 然后在一旁按着操作面板 过了几秒钟 我就听到低档炉里燃烧的声音 那是那个老人逐渐消失在世间的声音 在亲眼见到人死后的流程后 我感慨万分 这人一辈子到头来终究会化为一捧骨灰 黄毅和陈宏坐在我的不远处低着头玩手机 我看着低档炉发愣 如果我有一天死了 大概也只能进这个低档炉吧 呜呜呜 忽然 低档炉内发出哭喊的声音 鬼啊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大跳 本来前天尸体消失就让我有些担忧 现在尸体竟然发出了声音 一惊一乍的 黄毅摆了我一眼 这是什么情况 见陈宏和黄毅一副见怪不怪的模样 我问道 尸体肺部腐败的气体在高温的作用下膨胀 与声带摩擦就是这样的 陈宏开口解释道 我提着的心中鱼放了下来 科学能解释就好 又过了几分钟 低档炉内传来骨头碎裂的声音 这回我没有刚才那么惊讶 反正他们俩不怕我就没什么好怕的 终于 炉子里传来一声机械话的提示音 陈宏和黄毅放下手机 他们拿起墙角的耙子 朝着炉子里一顿套 套了几分钟后 套出了一盘子骨灰夹杂着许多碎骨头 和电视上面的骨灰完全不同 算了 就这样了 黄毅放下耙子气喘吁吁道 陈宏也点了点头 一把扔了耙子 他们开始将骨灰装盒 帮我带过去吧 装好盒后黄毅朝我说道 我没有拒绝 毕竟他们都带我掌了回见识 而且骨灰存放厅我也没打扫 正好顺路 当我打扫完整个火葬场后已经是下午三点半了 刚放下扫把一辆车就开了进来 我知道又有尸体来了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我去看看 车上下来的又是一具女尸 年纪看上去是二十多 尸体被放进了停尸房 我站在停尸房门口 心中陡然出现了一个想法 我想弄清楚尸体到底是怎么没的 今天看黄毅他们来烧尸体 也算给我吃了科定心丸 这些都是科学可以解释的 没有鬼 都是人干的 我不断地安慰着自己 昨天尸体没有丢失为什么 难道那个盗窃尸体的贼看不上老人的尸体 这次也是年轻漂亮的女人尸体 我倒要看看那天晚上尸体是怎么消失的 晚上七点 明天我还可以请一天的假 因此今天晚上我可以蹲一晚上 现在整个火葬场除了保安没有一个人 我从下午五点吃完饭就待在了停尸房 等到了现在 我相信没有任何人发现我 今天难得有两具尸体 一具是三点半送来的那具女尸 另一具是四点多送来的 是一个中年男人 我躲在一个床底下 反正停尸房里光线不好 夜里有些冷 停尸房里更是如此 我整个人都有些发抖 人一冷就会虚 听说人在阳气弱的时候就会撞鬼 想到这里我有些害怕 哪怕下午已经不断地给自己壮胆 真到了停尸房里待这么久 多少还是有些心虚 我脑子里有两个想法在打架 走吧 这里这么阴森 万一真的有鬼呢 不能走 不搞清楚尸体到底是怎么没得你甘心吗 不走怎么办 在这儿待一晚上 待一晚上就待一晚上 不行就在这儿睡一觉 我极度纠结 终究是不够坚定 人在冷的时候热量消耗得很快 下午五点吃的饭 现在又饿了 又冷又饿 在这种时候很容易产生倦疑 我有些困了 要不就在这儿睡一晚上 反正到时候有人来偷尸体搞出动静我也会醒 想着想着 我的眼皮开始打架 我终于没忍住 睡着了 我被吵醒了 很奇怪的声音 我睁开眼的时候灯也是开的 停尸房内的灯光有些混暗 而我躲在床底下 灯光照不到我的眼睛 真正抽醒我的室床的声音 我醒了以后看了看四周 没人啊 起码在我的视线里没看到人的脚 我锁定了声音的来源 室床在动 那张床我记得 今天三点半来的那具女士就在那张床上 那张床在抖动 真闹鬼了 我的心脏剧烈跳动 身体都有些颤抖 希望那个鬼没发现我吧 我躲在床底下瑟瑟发抖 过了一会儿 我听到了喘气的声音 鬼会喘气吗 不是鬼 没有鬼 在有了一丝怀疑之后 我不断地安慰着自己 我鼓起勇气从床底下钻了出来 当我站起来后 我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那不是鬼 是人 是王辰 他此刻正趴在女士的床上 至于床为什么抖动 原来是他干的 让我给他顶班就是为了不背过 是人 王辰被我吓得一哆嗦 你这还真是 我砸了砸嘴 没想到偷尸体的人竟然是王辰 小刘 你怎么在这儿 王辰的脸上露出尴尬的表情 迅速地提起了裤子 我想知道尸体是怎么没的 没想到是你 我坐在一张床上 你说说在这鬼地方上班 人家姑娘能看得上我吗 我都好几年没碰过女人了 上次我去红苹果 没一个愿意接待我的 王辰穿好裤子后坐在我身边 抱怨道 所以你就这样 然后偷尸体回去当老婆 我不着痕迹地拉开了和王辰的距离 偷尸体 王辰愣了一秒 我没有啊 尸体不是我偷的 我都抓了你现行 你还嘴硬什么呢 我像看傻子一样看着王辰 都被抓了现行 有什么好狡辩的 这不摆明了是他为了见不得人的目的 才偷尸体 真不是我 王辰激动起来 要是我偷的我死全家 不是你是鬼啊 我当然不会信这种话 我也纳闷了呢 王辰走到女士床前 给他整理衣服 前天晚上上半夜 我是来了一次 可我完事了就走了啊 我还以为是你干的 我他妈能干这事 你说你干就干吧 让我给你背过 见王辰还在狡辩 我不耐烦道 真不是我干的 王辰给女士整理好了衣服 将她盖上 你说不是你就不是你吧 我没耐心听她狡辩下去了 起身准备离开 别啊 小刘啊 我对你也不错 你别说出取心嘛 王辰拉住我 对我不错 让我背过世吧 我冷冷地看着她 我真不是故意让你背过的 我就是想试试 才让你顶班的 谁知道尸体会不见 王辰解释道 那我不管 这口过现在我背上了 还背扣了钱 我甩开了王辰的手 钱好说 我不给你 你别说出去就行 这要是传出去我怎么做人啊 王辰直接拿出手机 给我转了两千 行吧 看她这么懂事 我也没再为难她 反正我也只是背扣了五百 她给我转两千 算下来我还是赚了 而且当时她还在留念那儿 给我说了好话 谢谢 谢谢 王辰再次拉着我的手 一个劲的道谢 我有些乐了 我的确是饿了 在睡着之前就饿了 我请你吃宵夜 王辰关上挺式房的灯就往外走 你不守夜半了 她关上了灯 我也不太敢继续待在这阴森的地方 大晚上的水赶来 反正还有监控 王辰不以为意 你前天是怎么把尸体弄出去的 在路上 我忽然问道 这也是我最关心的地方 她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我一晚上都死死地盯着监控 她能让尸体凭空消失 真不是我 你不愿意说就算了 我和王辰喝了点酒 第二天醒的时候是早上七点半 这个点我还可以赶去上班 昨天晚上在停尸房睡了一会儿 睡眠时间没什么问题 整个人的精神也不差 你说说你们一个个的 要你们干什么用 刚走进大门就听到流念的声音 王辰竟然没回去睡觉 而是像个孙子一样 低着头在流念面前 怎么了这是 我来到王辰身边 问道 前几天是流音号 现在是你王辰 你们一个个看个尸体 都看不住是吧 流念的话让我陡然一惊 昨天晚上的尸体又丢了 可昨晚王辰跟我喝完酒就回家了 而且还是我送他回去的 他人都喝得站不稳了 怎么还能偷走尸体 难道王辰没骗我 真的不是他偷的尸体 流念还在不停地训着王辰 我躲得远远的 免得殃及到我 我的心情却很复杂 昨天晚上我想找到 偷尸体的人 无非就是想证明自己的清白 也有满足自己好奇心的原因 可现在事实告诉我 这事不是我想的那样 这让我的好奇心 再次被勾了起来 到底是谁偷的 偷尸体又图什么 这两个问题在我脑中不断营绕 我说了吧 不是我干的 王辰不知道什么时候 来到我的身边 监控什么情况 我点上一支烟 问道 和上次一样 没有任何异常 王辰叹了贪手 无奈道 难不成真是鬼 我更纳闷了 要真有鬼的话 我还敢干那事情 王辰笑了 那你就知道 你没被人家盯上 我盯着王辰 笑道 说真的 你觉得这事情是谁干的 王辰道 没再和我平嘴 问道 我又不是福万摩斯 我摆了他一眼 不过火葬场也就这么点人 外面的人看到火葬场都有些甚的慌 谁敢偷尸体 如果说这件事是人为 那一定是火葬场内部的人做的 可昨天整个火葬场也就只有我和王辰在里面 奶奶的 要是让我抓到抽死那狗日的 害老子被罚了几百块 王辰恶狠狠地说道 你发现没有 丢的两具尸体都是女的 在那具老人的尸体没有丢的时候 我就有些怀疑了 多正常 谁不喜欢年轻漂亮的女人 王辰不以为意 是女死人 你以为都像你一样 我皱了皱眉头 难道那个偷尸体的人和王辰一样 是为了做那种事情 谁知道呢 我回去不各叫 王辰起身离开 我独自坐在台阶上 看着火葬场那本就不多的人 形成一个个的假设 最终这些假设都被推翻 因为昨夜没有任何人在火葬场里 他们没有偷尸体的条件 想了半天没有头绪 我干脆不想开始工作 我打扫到焚尸房的时候 看见黄一只手提着死猫 另一只手提着一包逆子粉 你拿个死猫干什么 我放下扫把 来到黄一身边 嗨 昨天晚上又堆了一具尸体 留念怕挨揍 让我找点东西烧了 黄一说完就提着死猫 走进了焚尸房 还能这样 我感到有些搞笑 留念还真是缺了大德 要是人家知道以后 击败的是只猫的 和逆子粉的混合物 怕是要弄死他 该不会是黄一和陈红 为了少少点尸体偷了吧 我忽然冒出了这么一个念头 可随即打笑了 要真是这样也不至于盯着年轻漂亮的女士 留念的安排 对了留念这次好像对王晨的处罚也不重 上次他对我的处罚也不痛不痒 可以说是不好招人 可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两次 不管怎么样也得杀鸡尽猴做做样子吧 难道就不怕继续发生这种事情 不太对筋啊 我回想起留念的为人 这家伙平时就只高气扬的 迟到都得被罚个小午时 怎么这两次的处罚都不痛不痒 我越想越不对劲 这里面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对了 两次发生尸体被偷的时候 留念都是第一个发现的 不过这也可以解释 这家伙的确勤快 每天早上都来得挺早 监控一整晚上也确实没人进来 如果说尸体不是在晚上被偷的 那就是在早上 如果是在早上的话 最有条件的那就是留念了 至于王晨说的晚上的监控没问题 有没有可能是忽略了早上 想到这里 我来到了保安室 现在值班的是老李 火葬场的老人了 跟我也算熟悉 李哥 能把早上的监控调给我看看吗 我朝老李问道 赢 你要几点的 老李点了点头 六点到八点半的 我答道 六点到七点的有 七点到七点半点的没有 老李的回答让我心中的疑惑更深了 为什么 今天七点的时候停电了 老李的解释加深了我的怀疑 七点到七点半 这个点一般就是留念来火葬场的时间 现在已经基本可以确定是留念干的了 可他每个月的工资都好几万了 偷尸体干什么 难道他也跟王晨一样有特殊癖好 不对 王晨那是没那条件 毕竟火葬场的工资比起一般的地方要高 可也高得有限 我和王晨一个月也就八千多 不足以让女人忽略掉我们的工作环境 可留念不一样 他一个月几万 找个女人还找不到 那他偷尸体是为了什么呢 不行 我得搞清楚 现在哪怕我已经基本确定是他干的也不能问他 毕竟没证据 他可以抵赖 我得搞到证据 就是他 你们别找我了 是他把你们女儿的尸体搞兜的 留念的声音从保安室外面传来 我看向外面的时候早已没了他的人影 一对五十多岁的夫妇用药吃人的眼神看着我 两个年轻人冲了进来 他们一把将我拽了出去 不由分说对我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通过他们说的话我知道了他们的身份 他们是第一具消失女尸的家属 我没有反抗 我也反抗不了 我被打得浑身是血 已经站不起来了 他们估计是怕再打下去出人名 走了 诶 去医院看看吧 牢里把我从地上拉了起来 活该 我还替你挨了几顿打 留念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了 他应该一直在看我这里的情况 等到那些家属走了他才敢露面 留念的话让我暴怒 他替我挨打 尸体就是他偷的 谁害谁挨打 王八蛋 既然这样 那就别怪我了 我没有去医院 在附近的小诊所随便包扎了一下 我又回到了火葬场 因为我要报复留念这个混蛋 祸水东营 甩过给我 真当我什么都不知道是吧 下午一点 我在骨灰存放时终于等到了我要等的人 第二具女师的家属 留念拿起骨灰和一脸沉重地交给了为首的老人 就在这时候 我冲了出来 这里面不是你们女儿的骨灰 我朝老人说道 你说什么 老人愣了一秒 梦道 留英豪 留念的眼神仿佛要吃了我 这里面的不是你们女儿的骨灰 是妮子粉加上一只死猫的尸体 不幸你们打开看看 我与留念对视 露出一抹冷笑 别听他瞎说 他脑子有点问题 留念赶紧说道 可他的慌张让老人更加起了意 老人还是打开了骨灰盒 老人打开后用手搓了搓 小微的骨灰呢 老人一把将骨灰盒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谢斯底里地质问道 你女儿的尸体都不见了 骨灰当然也没了 不幸你就问问他 我指着留念笑道 女士的家属们在看清楚地上骨灰后 直接将留念围了起来 我不着痕迹地溜了出去 好戏才刚刚开始 我被留念开除了 可我还是能每天混进火葬场 因为我把我的猜想告诉了王辰 王辰的把笔还在我手上 再加上留念自导自演发他的钱 对我想要抓到留念偷尸体的证据 自然不会反对 我到现在还没有想清楚留念偷尸体 是为了什么 不过等我抓到他的现行后 一切都会清楚 终于火葬场里又来了一句年轻的女士 我知道 我的机会来了 我早就在停尸房偷偷安了针孔摄像头 这是为了收集证据 也顺便可以准确地把握时间 女士来的第二天早上 固然留念早早地来了 她再次将整个火葬场的店员掐断了 今天本来是王辰值班 为了我的计划 王辰特地和老李换了班 可惜停尸房在停电后光线太差 根本排不到证据 不过这道也没什么 毕竟抓到现行就够了 差点证据问题不大 我和王辰躲在角落 看着刘念将尸体从停尸房里搬了出来 他把女士放到了一样面包车上 他好像并不着急开走 反而是来到保安室 跟老李说了些什么 估计又是老伎俩 自己偷 然后甩锅 还真是这王八蛋 王辰握紧拳头 不着急 这个女孩的家属联系方式搞到了吗 我拍了拍王辰的肩膀 问道 弄到了 这王八蛋这两天说咱们这儿闹鬼 说什么尸体是鬼偷的 估计是怕偷多了藏不住 王辰深吸一口 答道 那就好 等着吧 看他想把尸体弄到哪里 难怪这次刘念没把劳力叫出去训 我和王辰就这么等着 终于 在九点的时候刘念开着面包车出去了 跟上去 我来到王辰的车上 今天要让王辰和我一起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没车 王辰是个老司机了 开过两年出租 跟上刘念自然不在话下 他这是要去呢 我猜不到刘念的目的地 这是去乡下的路 王辰对路线极为熟悉 去乡下干什么 我摸不着头脑 等着桥北 王辰说道 王辰的车机的确没得说 不仅能跟上刘念 距离把握地也很好 跟了半个小时刘念丝毫没有察觉到 到了 刘念的车在前面一个村子停了下来 打电话 我们下车后 我朝王辰说道 王辰立马拨通了两个号码 刘念不知道从哪里招呼来了两个人 那两人将女士从车上抬了下来 到现在我还是不懂 这女士有什么用 你看那边 王辰打完电话后指着我右手边 我顺着他指着的方向看了过去 那是一个小新工厂 是个石膏厂 王辰的瞳孔收缩了一下 石膏厂 你是说这些尸体是买给了石膏厂 我猛然一惊 我们现成盛产石刀 其中不乏人体雕塑 难道说刘念把尸体 卖这些尸体是为了当母具 估计是了 王辰点了点头 我去看看 你在这儿盯一下刘念 没有亲眼见到我不敢相信 王辰点了点头 我来到工厂门口 这个小工厂人却不少 院子里放置着各种各样的石雕 在看见其中一个石雕后 我的心沉了下去 王辰的猜测是真的 那一句石雕和第一句女士 基本一模一样 刘念这个王八蛋 为了赚钱这种事情也干得出来 把人当母具 我看了看现在的时间 离下车已经过了二十分钟 这次的这句女士家属应该快到了 我不再掩饰 来到了刘念的身前 你怎么在这儿 刘念在看到我之后满脸不敢相信 你能在这儿 我怎么不行 我反问道 赢 刘念没有再问下去 转身走向面包车 应该是想开车溜走 别走啊 刘哥 王辰在看见我走向刘念后也不撞了 把刘念堵在车前 你们想干什么 刘念退后一步 眼神中充满警惕 不干什么 就是想和你聊聊天 我和王辰把他夹在中间 我和你们没什么好聊的 刘念的心虚全都写在脸上 三具尸体 卖了多少钱 王辰冷笑问道 我们俩给你背了过 是不是得分一点 我也调笑道 你们知道了 刘念的身体有些发抖 你把我们当傻子 当着我们的面偷了尸体还要骂我们 扣我们的工资 我们要是不知道不是真成了傻子 我走到刘念身边 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我们可以合作 刘念的脸上堆满笑容 这是他在我们面前从不曾有过的 怎么合作 王辰表现得很有兴趣 我们可以一起干 多到腾计点尸体 咱们就能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刘念见状松了口气 眉飞色无地说道 那钱怎么分 我假装被他诱惑道 梦道 我们三个评分 刘念已经不负之前的心绪 说道 用四人赚钱的事情 我干不来 我摇了摇头 人还是得有些底线的 我拿小头 你们拿大头 行了吧 刘念连忙说道 这些话 你跟他们说吧 我指着村口快速驶来的几辆车说道 他们是谁 刘念彻底慌了 你这次埋的是谁 你不清楚吗 我冷笑道 不一会儿 车里下来一大群人 就是他 雷霆已经被埋到石膏厂里了 我指着刘念朝他们说道 随后我和王晨退至一旁 雷霆是第三具女师 她的家里有些失礼 在王晨给她的家人打电话后 短短半个小时就叫来了这么多人 刘念这次不死也得脱层皮 雷霆的家里人分成两批 一批围殴留念 另一批闯进了石膏厂 石膏厂的人也不少 很快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不一会儿 警笛声响起 警察来了 王晨打的两个电话 一个是打给雷霆的家属 另一个就是报警 警察很快就控制住了局面 可当刘念再次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 已经没了人养 笔梁是断的 脸上没有一块好肉 手臂以一种别扭的姿势僵硬着 两条腿也被打折 警察到场石膏厂的人也不敢拦 王晨在告诉警方情况后 武警们一拥而入 石膏厂的身处有一个冰窖 而冰窖里躺着三具尸体 正是刘念偷走的尸体 刘念被判了15年 不过看他的状态 我都不确定他能不能活着度过这个月 他的家属也因为他在家乡待不下去 而我被警察颁了个好市民的奖 正好刘念进去了 我成了新的后勤主管